空氣球在背在後面的 有電瓶就可以了 晚上也會發光 背著發光氣球 在同黨籍市議員參選人 一起聯合作戰 候選人陳君佐 曾經擔任市長林厚昌的秘書 獲得民進黨提名 要力拼民進黨再多議席 執行一區市議員候選人 登記第一號 第一號的陳君佐 君佐雖然是第一次參選的市議員 但君佐從基層做起 在還沒有擔任林油昌市長秘書前 也擔任過新一區校總理的里長 也擔任過新一區陳東財議員的助理 輾轉到林油昌市長身邊學習了三年 當市長秘書 對地方的事務熟練 行政資歷完整 也拜託基隆市民好朋友們 給君佐一個機會 能夠繼續為市民好朋友來服務 我們黨提名尋求連任的江建玉 也是老將 請跑基層 有基本盤 敬愛的至親好友 大家好 市議員候選人 登記第二號 第二號江建玉 向大家請安問好 市議員候選人 登記第二號 第二號江建玉 最了解基層 最了解基層 歡喜服務 市議員候選人 登記第二號 第二號江建玉 拜託敬愛的至親好友 集中選票全力支持 感謝再感謝 拜託再拜託 而登記無黨籍參選的李家豪 是一位政治素人 請走基層 向選民請託 十一二十六號 請大家多多 踊躍支持投票 三號李家豪 三號李家豪 那我們年輕人 在市議會裡面 為各位發聲 翻轉基隆施政 十一二十六號 請大家多多 踊躍支持投票 三號李家豪 三號李家豪 那年輕的力量 進到市議會 施政才會更好 至於民眾黨 提名的候選人李家 是年輕的候選人 也是政治素人 我是台灣民眾黨 在基隆市信譽區 唯一提名 唯一支持的是 市議員參選人 四號李家 我秉持著 持之以恆 堅持不懈的情懷 提供專業 且具有品質的服務 如果藍綠政績看不見 就讓台灣民眾來實現 我是登記四號的李家 請讓我成為改變的起點 基隆市信譽區市議員 殷選四席 舊頭四號記家 另外尋求第二次連任 國民黨提名的韓世玉 父親是前五屆議員 韓良齊 繼承經營深厚 韓世玉接棒之後 請走地方 父子齊心服務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信譽區最久的 保養家的 天氣會保護的韓世玉 大家都叫我秀韓吉 去住只去一間 細分不等我 請讓這裡 拜託我們在座的貨市段 堅持 但當年我們第十九個 的情願 一直為了我們鄉親 讓我們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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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也讓我們關係 在這裡拜託大家 我們繼續支持 第五號韓世玉 當選連任 拜託大家支持第五號 第五號韓世玉 同樣尋求連任 民進黨提名的陳怡 是前網球國手 母親是里長 知名度高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議員陳怡 我的選區在信譯區 這次抽到六號 陳怡在這四年呢 做了弱勢、富幼、體育 田辽和整治相關的議題 希望市民朋友們 能繼續為陳怡加油 繼續支持陳怡 11月26 跳投六號陳怡 感謝大家 拜託大家 謝謝 而國民黨提名的何淑萍 擔任國五屆議員 謙和立強 人脈豐厚 各位鄉親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信譯區市議員候選人 登記第七號 第七號何淑萍 淑萍擔任議員期間 請討基層 專業問政 服務零時差零距離 市民的大小事 就是淑萍的事 11月26日 恳請鄉親好朋友 將神聖的一票 寶貴的一票 支持七號 七號何淑萍 讓淑萍繼續在議會 為民喉舌 集中選票 全力支持 七號 七號何淑萍 拜託再拜託 新一區有七人參選 搶攻四個席次 老將新秀 全力敗票 不敢大意 要立拼最後的勝選 記者黃燒民 金融報導